参丽眼镜 看神剧 大家好 我是小Q 今天咱们瞅瞅保安被人注射克隆血清意外改变的细胞化身成了钢铁人的奇幻片 快递侠 如果有天身为普通人的你拥有了超能力 你是打算低调做事还是高调声张呢 话说也不知道啥时候啊 人类社会中隐藏了一批超级英雄啊 平时里他们正常工作 可一旦出生那只听出来泄满 就比如这个拥有橡皮手的环背弓 摆明了告诉你啊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啊 来的小孩就跟着说了 宝贝啊 那钢铁侠啥的啊都是瞎扯淡 听你大爷就劝好好学习 听一下小的不啊 旁边的群众也纳闷的 这你妈拍电影还是特效啊 大家听后也不慌 大半天扯这么怒的啊 咱就是个扫地的是吧 按下按钮 消除了大伙记忆 也不知道这消除器是黑人的族的吧 这另一头呢 一家烧口店中一伙顾客下招 让我这老板现在难摸 你妈孩子都生了 你还是腰的还没靠好吧 因为吃个饭跟上抗死费劲啊 这倒多半天的老板也激眼了 脑瓜的衣裳都释放出了火焰加持 原来这伙也是个超级英雄 江湖战争火难死没大啊 你说那都是男的 倒也能愿意吗 眼前跳舞的老妹啊 叫做团团擅长惊雷术啊 专制那些手脚不老实的皮带人啊 当然还有一个看似做小时的 拥有铁壁的保安队长来福 这几个人呢 全部隶属于天眼老王的管辖 夜晚呢 一群黑衣人抄起 加特林直接打爆了监控 随后拿起设备 堆个井盖扫描 这也不知道鼓的啥呢 可他们却不知 老王早已带人埋伏在一旁 眼看井盖叫北半岛 突然蹦得出个不知道啥品种的小哥 一个立大鬼来到了跟前 抢掉了井盖啊 可把这种人给看蒙了 老王惊眼了 他就常为啊 老子明天让他报道啊 今天敲和啥玩儿啊 原来啊 这人也是个超级英雄 身体可以释放胶水 眼球不敌众人 其余着蚂蚁 踏着小岁波流的来了啊 歹徒刚要设计 可以压根没有了用 自己反而被甩到了一旁 火男暴脾气伤了 小王八毒的 嘚瑟个球影嘚瑟 老子考腰的人 你这还能量头道呢 而团队则二话不说 释放闪电 连长辈一起垫成了 小孩麻痹阵 管事的说 大哥啊 我上有老下有小 拍个电影数值不容易啊 咱头颈二十倍了 卖给老外造坦客 你都饶咱一命吧 对有了线索之后啊 老王拿出了消除器 清除了大伙的记忆啊 我就纳闷的 井盖的造坦客 你儿子这边就二锅头喝茶 无论是咋的啊 还有你小子 让你明天来 你今晚呛个毛的戏 带子剧毒咋的 牛逼的是咋的啊 一天的毛病还不少 转眼第二天到来 这个老王在台上显摆了 各位超级英雄 每天隐藏在基层一线 保卫人间太平 为了更好的发展 昨晚上和剧毒商量了一下啊 加入一名新人 入住超鞋联盟 此人呢叫做常威 二龙虎待业青年 小时候勿囤劣质胶水 导致身体变异 全身上下有着超强年性啊 四家大伙可以多闹了啊 听说你这后想找活 老夫就给你安排一个 而这工作就是传说中 万众期待的快递小哥 那常威憋屈 答应你耍猴呢啊 这话一说老王不愿意的 送快递咋的 你儿子走的走的咋的啊 瞅你个神仔 拍个电视抢毛太子 咱超鞋宗旨 就是伪装成普通人 保护群众安危啊 你小子干活给我激烈了 我跟你说啊 就这样 常威骑上心爱的小摩都开始了 快递之旅 你这又是翻跟斗 又是爬墙 反正连来个跑酷啊 也不知道你嘚瑟个啥案 与此同时 一家生物公司研发出了 针对农作物的克隆血清 只要注射了这该玩儿啊 等个一两分钟 就能复制出 跟一模一样的物体 投资人一出这状况 那激动孩子省了 让人投资啊 把这老板乐哈子出来了 由于电梯故障 本要送快利的常威被堵上了 这脑瓜子一上 都直接学人蜘蛛侠 爬墙等对方牵出之后 常威转身离开 突然大妈太差就不对 吓得不用不用 治好了 好在救车及时抬抖 此时老王出面拦截 我说都美啊 你这咋的了 眼看是神志不清的 拿出消除器 消除了记忆这台暗线的那里去 可常威却被一顿堆 你个王八堵的 老子给你一天快点 你半小时就完事了 我家妈说 你搜集情报 不让你显摸的 你看把楼上马都给吓的 整个时候是你养是吧 这张老板半天 不良心跟博士 准备克龙活体 可迎来的只有失败 恰好张老板溜达过来 一看他都是生物实验 心里气坏走 博士说我研究五年了 这么好的 就是你天天克龙 橘子苹果 你是羊鞭吃草 无论是咋的 找那别的发财 他不想吗 那张老板当中 他显得体了心拒绝吗 啊 躺着你瞎骨头 该滚那滚打去 这话一出人 老外也不敢嘚瑟了 无论这头呢 老王说 最近有四个毒瘤 需要铲除这人 是五道口的劫匪 以及出租车杀手 和干净飞车贼 最后是双前采花贼啊 四个羊狗子 已经嘚瑟坏了 你们的任务就是 铲除对方 这次把肠尾带上得了 那人来服务不愿意 这话每个正经 带个卵呢我带啊 和老大同意 最后只有答应 就这样啊 几人先是搞定了 劫匪以及这个 出租车杀手 和那个飞车贼 而最后一个目标 则是那个采花贼 此时一个叫求学的老妹啊 正直播来着 突然一个人影 把他掳走 并带到了一个 废弃大路中 吓得老妹 这回救命啊 啥的啊 那常卫能不出来 险闻吗 三两下把这个货子黏住啊 歹头一击眼 把求学怼着 这就好在常卫 来了个英雄 就没看着 竹瓷水灵的那些老妹啊 心里有荷尔蒙 那瞬间上头了 人丫头更是激动坏了 叫哥哥 撤得下吗 刚刚要说 那就把他记清楚 可把场背气坏了 等求学反应过来之后 我赶紧把他杀人物 老王马上去了 哎呀 拍电影哪 这活太入戏 你妹的晚上别慌悠啊 等对方走后 对着常卫 就是一对二百五的掌扬 回到家呢 求学接到了好友电话 说你直播火了啥的 原来啊 这回在被卢走 说完的时候 摄像头没关 导致常卫的形象 彻底暴露 看了眼前的一切 求学想起来 那是激动的 无法表达 老娘但是28年 这下纵纵又找乐啊 伴随着电视曝光 常卫也成了大伙的偶像 整条街呢 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就连路边大爷都认的啊 好多人才整成这尿性 就将气就气 打造成网红得了 接下来几只啊 常卫又是接受采访 又是当评委的 台上小民门呢 是一抓一大把 为了掩埋身份啊 谎称只有自己这超级英雄 那来福人的第一个不服气 怼你个呱把子 老子拍网剧 是你二人还在练单 卢也造成的啊 这折腾两周之后啊 常卫不愿意当明星了 合计出去多战五 那老王都愿意吗 你要不上节目 咱咋赚那些粉丝钱呢 一会你就把那啥微笑大美营 和群体练一声录一场啊 晚上去录录有约啊 到时候说话给我注意点啊 正老二呢 不料来福冲了进来 瞅到常卫之后 二话不中开始甩大招 更巧的是 球就为了见心目中的 干是英雄独自闯了进来 把俩保安挤得点嗷嗷叫 此时二人还在礼物纠缠着 常卫一几眼 甩出了胶水 把他嘴巴封住 正好球就开门 找着二人直接亲着了 把他气得成扭头就抖 出了公司之后 那是一把鼻的一把乐的哭的 让老公没了 这不料常卫跑了过来 球一看有人来了 吓撒牙就抖啊 好那常卫说 自己是快递侠的朋友 才把他劝了回来 并生成自己跟快递侠 拜个靶子 他心里只有你小对不 其实压根不信 让他亲自找他 为了娶媳妇 常卫是一口答应 与此同时呢 这里科研主管发现 博士又进行了生物实验 立马带着老板找到了对方 看着那些克隆血清 一上头和他终止合作 便让手下把东西销毁 博士肩状也不慌 既然发现我也不隐瞒了 说完从剧组召唤案出 一堆龙涛开始围剿几人 试图拷贝数据 好在老板急着上所 这在终止的操作 博士一级眼准备弄死他 可杀死了数据 无法拷贝 正愁咋办时 一手下来到耳房 嘀咕了两句 反正说完就把人 博士乐狗腔了 你说呢 单身二十多年 好不容易约个会 那衣服指定是整麻溜的 加上咱家球的 激动的路都不会走了 甩重点 也窜到了窗户掌 可没想到啊 人竟然不在家里 还整成了一团糟 可怕他急坏了啊 老王天眼发射 说他在生物公司 我说未未啊 你先去我 等会就到啊 原来啊 这个球就是张老板的千金 一宠闺女抓来了 对着博士就开队 啊你个养高子 燃两号码 真浅笨你的是吧啊 博士管他这可得啥玩意 威逼他说出密码 眼看球一说满毒的了 不但只有收出 可得到密码之后啊 这会还想测试各种血情 好在常委闪现 用胶水制止了悲剧 随后冲着上去 对着龙头就要水大招啊 这团团也趁机 迎接他老爹 而其他成员 也组团来了 把博士吓坏了 眼看拷贝马上成功 突然团出现 释放闪电 把电脑电话运了啊 吓得一会儿 撒牙子就跑啊 你这统完楼都不负责 能编剧人愿意吗 一会儿等着那莱福 上去去甩大招 随后上去 将这个货提起 突然博士把血情插上去 导致全身变异 连你妈都变事了 当血情中和这货 这货也划成了一个钢铁人 将这个博士送给了剧组 进化后的莱福 堵断了路边 人司机不要面子 你还谁啊 你三不合 显个蛋的你显摆 刚哪家是你爹啊 滚一边去 别耽误了我家上班 这话一说 莱福也激眼了 一把将这货 从车里边 会硬生生拉出来 钢铁人的事儿 很快被这个电视报道 其余几人立即赶到了现场 眼看这货 嘚瑟上天 长北甩成年夜 准备见他困住 随后团队和火难 冲上去加入波辅助 可嘚瑟没两下 就被对方一拳怼了出去 接着又把长北 抓过来甩了个暴击 折断着浑身难受 刚要接着打 不着没人打断 只剩球员拿起家 人在这扔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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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方是刀枪不住 眼瞅要完毒的了 长北甩出胶丝 把人丫头抱在了怀里 捡回掉小命 此时球员才知道 张伍斯梦想的干事英雄 真是送快递的 为了尽快解决对方 几人将能力传送给长北 释放了魂元行义八卦术 在卡兹兰的周日之下 果真将他打败 事后啊 长北白天回到港妹上 晚上跟人求救过去了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店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看完呢咱们简单聊聊 我无法想象最深的 为天才的导演 天才的编剧 才能创作如此不堪入目的 脑洞创作 俗话说 富人用科技 穷人靠变异 本篇的创作力 从原则来说 倒是十分接地气 可这明眼也能看出 你啊活生生的 山寨火 尤其是那啥快递侠 你要不说你哥是蜘蛛侠 别说我了 你就老爷子不信啊 还有人大爷 那将就过去吃吃吃吃吃咋的 先不管快递侠不侠了 从唱北走红参加这个选游节目 我咋看都觉得有些面手 反正呢看完之后啊 我是腰也不疼了 腿也不酸了 十多年的便秘也顺畅了 可这个粉丝推荐 不做也没招了 喜欢这种无力图的喜剧 可以抽着原片乐呵乐会 这读的当然不说啥了 那如果有天 你拥有了超能力 你最想获得什么技能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小Q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什么喜欢的电影 可以在下方评论 喜欢记得点赞 关注我们下期再见